苏德之战中 苏德之战中虽然最后苏联取得了胜利 但很多人都认为 如果德军没有把战线拉那么长 没有遇上苏军严寒天气 苏联获胜的几率还是很小的 毕竟德国的设备还是很先进的 然而在这一场护国战争中 苏联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取得了胜利 所以在二战末期 当各国都朝柏林推进时 苏联冲在了最前面 直接由战神朱可夫带领 当时朱可夫集合了大约262万人 对德国发起总攻 而德国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 他的后方补给已经完全没有了 再加上当时的兵力都被分散在不同区域 这样的情况下 德国有一支1500人的部队 对苏联的进攻奋起反抗 没想到竟取得了一场小胜利 朱可夫派先头部队攻打柏林国会大厦 当时正好国会大厦附近兵力 加起来有1500人 这1500人在这种劣势情况下 选择了沉着引战 并且在苏军进入柏林前就把所有的出入口都封严了 只留下一个机枪孔 苏军想要短期拿下明显是不可能的 看着一批批士兵白白送去性命 朱可夫只能命令士兵们拉起防线等待援军 最后在苏联的装甲部队猛烈进攻下 局势才有了新的变化 然而这1500人明知自己要输定了 还要拼死抵抗 没有一个人要投降 最终全部战死 就在苏联攻入国会大厦 准备把他们的旗帜插到上面时 传来了希特勒在大厦500米左右的地下室身亡 明知战事处于劣势 根本没有翻盘的可能 这1500名士兵还能沉着引战 不得不让人佩服 如果从军人的角度去想 他们誓死保护希特勒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 他们是十分强大的军人